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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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算不算火上焦油啊 你不懂 这小姐和将军老是吵架 我得让她有点危机意识 什么危机意识啊 大小姐 紧丫头呢 里头呢 我带你进去找她 你等我一会儿 小姐 我 大小姐 滚 锦妹妹 怎么火气这么大呀 大姐 我 我 我不是对大姐 是那个 好了好了 没事儿 你有没有时间 大姐有事啊 也没什么事儿 就是几日不见了呢 大姐想你了 想约你去府上坐坐 不知你可否愿意呢 那也好 反正我现在也无事可做 谁见谁烦 也只有大姐愿意见我了 嗯 我们也去 哪儿都有你们俩啊 带妈来我不装 知道姐妹妹孤孤单单 所以就来陪你了 用不着 好 姐姐先走啊 我处理一下肉手 来 别跟着我了 小姐 你看 眼下这个情况啊 这万一动起手来 多个帮手嘛 打锁活干 好 走 朱南姑娘 我出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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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多跑 好 挺高的 来 大包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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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セン卧 过来了 来 lång 一路辛苦啊 这么多东西啊 现在都是幸福啊 喔 男资金做得好不好 这 identified 你怎么样 小心 小心 来 慢点 这件事你最近生意挺好的 接着 别担心吧 小时候你也是这般笑的 接着 罗南辛苦了 没事 都是小事 我先拿进去吧 来 你这丫头就是嘴甜 你这身上好香啊 就是上次姑母带来 对 带着来看你的 对不对 是挺香的 金姐姐 永宁博平日在边赛最喜欢什么 不知道 不知道 是不是不想说呀 嗯 我不想说 没想到去过一趟边赛的人 就是不一样呀 胆子都变大了 因为我是伯夫人呀 你少拿永宁博夫人的名号来押我 子姐姐这么说话就奇怪了 我有了这名号 也是因为我夫君是永宁博呀 你也真是 你大半夜自己一个人回来 你都不觉得丢人的吗 哦 哦 你就哦一声 子姐姐今日真的好奇怪啊 你到底想让我说什么 你 金姐姐 你莫不是攀了高枝 就瞧不上我们这些姐妹了 你们这俩丫头 胡言乱语的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锦妹妹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不知道 本以为陈侧妃跟锦妹妹是老实的 却不想原来是个藏奸的 端着张无辜的脸 背地里做些下三滥的事情 大姐 你在胡说八道 小心我告诉母亲 你怎么能打我呢 我做错什么了吗 要不是因为她抢了我的天使 你住口 有些玩笑 开不得 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嫁给谁并不是我能做决定的 子姐姐 当年之事你一定也忘不了吧 我 子姐姐这么关心我府上的事 倒不如关心关心自己的婚约吧 秦姐姐 你别生气 子姐姐也是一时担心你 才会如此的 毕竟 你一个人在将军府那边 若是出了什么事 也没可能撑腰的 那今天到底是什么人 给你们两个撑腰了 敢在我府上这样不知天高地厚 大姐 大姐 你别误会 我想姐妹妹她不会在意的 都是自家的姐妹 我们 九宁伯夫人 都是自家的姐妹 我想姐妹妹 九宁伯夫人 好了 都多大的事啊 别闹了行吗 子妹妹没那意思 算了吧 算了 姐妹妹 永宁伯夫人 我怕你是误会了吧 我是出于好奇 才这么关心你 子姐姐 喝点茶吧 喝喝喝 喝什么喝 家里没有茶给你喝吗 不喝就不喝 你冲我发什么火 再烟红也不是你的 你干什么总拿火撒气 怎么连你也对我这样啊 没事吧 你 回来 快去叫大夫小雪 是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可是你亲妹妹啊 我不是故意的 大姐 没事没事 大姐看看 不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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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只有一点点 不疼 别哭啊 一会儿流疤了 没事的啊 怎会发生如此荒唐的事情 你先去帮助姝儿 我收拾一下马上就去 是 已经请了大夫 已叫了夫人了 姐姐接我会不会流疤啊 不会的 放心 太医怎么还不来 你快去看看啊 四小姐 已经拆人去了 你再耐心等等啊 别着急 我的脸 你说说你 这可是你的亲妹妹 你下手怎么如此不知轻重 我的脸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会抓自己的亲妹妹呢 我要抓 你是抓神姐那个贱人 二小姐 你说的话 在座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若若会如实禀告永宁博的 你说就说 我才不怕你呢 抬嘴 怎么还打呀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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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疯了 你这个打我 我就是打你 怎么了 我可 别闹了 小姐 我打你了 别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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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什么打 还想上一个 出去 小姐 我 成何体统 你去看看 大姐怎么办 别说了 刚刚听丫鬟说 怕是要留疤了 给扶上添麻烦了 哪里的话呀 只要不怪罪我 没有照顾好几个小的就是了 都是亲姐妹 何至于此啊 赶紧走吧 都是你这个害人性 你信不信我堵上你的嘴啊 小姐 母妃 锦儿没事吧 锦儿一切安好 母妃 我不是故意的 你一定要听我说话呀 莫再多言 有什么事回府再说 辛苦用了侯夫人 派人将子儿 先送回瑞王府吧 好 母妃 我 闭嘴 小姐 小姐 锦儿 锦儿没事吧 锦儿没事吧 肚子 肚子好毒 快 快 赶紧扶锦儿先回屋 快 小姐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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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夫人 还得劳烦你 赶紧派人进宫请太医 快 你拿着牌子 快去请太医 是 你还处在这儿干什么呀 回府 皇后让告诉皇上 有人拿了永乐侯府的牌子 来叫太医 说是有女眷受了伤 可又说是哪位女眷呀 好像说是永宁伯夫人 我 皇上 臣请告退 准了 睿王 皇上 你也一起回去看看吧 谢皇上 发生何事啊 太医已经进去了 兄明就在外面等着吧 姐丫头会没事的 谢谢母妃 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明是来做客 怎么就伤了 赵实说啊 赵实说 我听下人来比 说夫人叫了府中的大夫 我就急匆匆地赶过来 可还没进门 就听见 听见紫媚媚正在喊 说若是真的要抓花 也是要抓花 锦媚媚的脸 怎会抓花七媚媚呢 这闹了半天 是静丫头受伤了 这怎么就 就误报成了 紧丫头了呢 那紫丫头后来恼羞成怒 就推了锦儿 那锦儿如何了 你也是 这锦儿怀孕了 为什么不跟大家说一声呢 如若早知道 又怎会发生今日之事 真的 太医 静儿如何了 到底有没有事 怀孕时日尚浅 胎想有些不闻 一定要卧床静养才好 我已开了药单 夫人要按时服药 七日后 我再去服药 我问的是锦儿 我没有问什么孩子 夫人只是有些小产迹象 其他没什么答案 辛苦太医 来 辛苦太医了 将军 将军 我去抓药了 锦儿 给《得》 锦儿跟我回将军府吧 让我照顾你好不好 这不是永宁博大将军吗 是那个要把我修了的永宁博大将军吗 真巧 是我的错情儿 你不要生气了 气坏了对身子不好 你不是说 你不会在第二次时让我回去的吗 锦儿跟我回家吧 锦儿跟我回家吧 我说三次四次 我说百次 好不好 我的锦儿 将军 你就这么放了伤害锦儿之人吗 本将军一向是恩怨分明之人 那您为何放了子郡主 就是因为她是锦儿的姐姐 也是一名女子 我已放出风去 锦王府子郡主 永不得登我将军府之门 那这样就不会有不开眼的人 跟她提亲了 无论谁伤了我锦儿 不过必压此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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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亲 算我求你了 我已经躺在这儿三日了 太医就让我休息两日 我已经乖乖听话了呀 不行 你就给我安心躺着 四日后太医过来给你诊脉 太医说你没事之前 你哪儿也不许去 把我闷死了 闷死了 别动 不许任性 一样 娘亲 这小孩衣裳 让下面的老妈子缝制就好了 你为何自己如此艰辛啊 外人手送 不及自己人缝得针脚细 小孩子皮肤滑嫩 针脚粗了 要不舒服的 但是娘亲也不知道 我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就缝织这小衣服 那万一是个男孩 这花衣裳就穿不了了呀 那就一样两套 男孩子一分 女孩子一分啊 那娘亲说说 娘亲希望我生的是男孩 还是女孩 大家一定都盼望着 是个男孩子吧 我问的是娘亲 娘亲希望的是什么 娘亲希望啊 是个女孩 像我锦儿一样 勇敢 善良 又贴心的女孩 锦儿哪有娘亲说得那么好啊 我总是惹事 给娘亲招惹麻烦 你八岁那年 踢坏了子儿母亲的门 那是因为 娘亲被子儿的母亲 无意用那个门夹伤过胳膊 十三岁那年 你被王妃带到身边骄 你总是把每日王妃赐给你的好吃的 留给娘 你总说 是你吃不下 但娘亲知道 我的锦儿 是一口都未曾碰过 娘亲 你转眼啊 我的锦儿都长这么大了 而且 就要做娘了 娘亲 我是真的不能出去玩吗 不能 我 我就去一趟布庄就回来 不行 夫人 王妃请您去政厅 说有要事商议 你好好躺着 嗯 看好小姐 千万不能让她到处跑 知道了 夫人 哦 喽喽 不行 嗯 王爷 这子儿都被关了好几日了 那锦儿 姝儿 姝儿 是你的孩儿 这锦儿和子儿 就不是吗 这子儿不过就说了几句话 就被姝儿扇了巴掌 还被诬陷 伤了锦丫头 还有我那可怜的静儿 她还没出嫁呢 这脸就伤了 也不知道会不会留疤 王爷 你若是真的厌倦了 我们母女几人 您说就是了 我带这两个孩子 直接吊死在屋中 也不会碍了旁人的眼 妹妹可把话说清楚了 不要搅在一起胡言乱语 这静儿是被子儿所伤 子儿若不是对锦儿胡说八道 我姝儿怎会打她 这 这永宁伯全是盖天 如今锦丫头当了永宁伯夫人 那可不就是 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吗 就连世子和大郡主 都要巴结着 我那子儿只不过是 说了几句话 难不成 姐妹之间就不能发生口角 口角 锦丫头差点连孩子都保不住了 这永宁伯如果伤了子嗣 你觉得会轻饶了咱们吗 王爷 你还是一句话都不说吗 王爷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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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应该是子儿 王爷 你好狠毒的心啊 我知道 这锦丫头一向恨我 是 我是个卑贱之人 可是我的孩儿她们不是啊 她们都是王爷的子嗣 可都是锦丫头的亲人呐 陈色飞 就算我求你了 以往是我得罪了你 你让你的女儿 这个永宁伯夫人 有什么仇 有什么怨 尽管冲着我来就是了 可不要去算计我的孩子们 徐姐姐 你莫不是得了诗心疯 要说算计 当初这门亲事是怎么落到锦儿头上的 大家都信之肚明 锦儿在边塞是个什么处境 你难不成不知道吗 只不过现在锦儿过上了好日子 你们就眼红 你们就妒忌 你们就处处给她难看 我女儿的好日子 是她用命换来的 王爷 这锦儿往日在府中 处处让着沈静和沈子 你不是不知道啊 如今锦儿成了永宁伯夫人 可又对府中任何人有丝毫不敬 没有 王爷 我可能在此发誓 锦丫头若心中对王爷有丝毫不敬 就让我天大雷匹不得好死 妹妹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 王爷不会如此糊涂的 王爷 坐下 我嫁与王爷二十余年 自问没有亏待过任何人 只要我姝儿有了 府中孩子人人都有 这次 明明就是子儿伤了静儿 还害得我锦儿差点小产 怎么到了许策匪口中 就颠倒黑白了呢 那锦儿 差点小产也成了自找的了是吗 你还真拿永宁伯当成朝廷的百圣吗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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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去 王爷 你 你起来 王妃啊 你看此事本王处理得如何呀 说了 我是 就是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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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你是 你 我的 不是 爬墙不是更快吗 干嘛非得走活门 万一被人发现 我俩不是白忙活了 爬墙 小姐 忠忠还想多活两年呢 我忘了她了 快快快 走走走 自由的味道 真是舒坦啊 那咱们接下来去哪儿啊 去哪儿 当然是吃喝玩乐一瓢龙 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走人 让我们喝最清新的好茶 品最好的点心 走 真是男孩 你 柔柔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了你肚子里的小将军着想 你只能喝清水 哪儿没有清水啊 我们非得跑茶楼来喝清水啊 我们 跑茶楼来 让肉肉吃啊 让肉肉喝啊 柔柔 我看你是不想见你们家素素了吧 我不怕你 小姐 素素就来了 柔柔 你看 锦衍 这不又来了吗 你怎么来这儿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啊 自从上次锦衍和将军吵闻架之后 将军就让我在锦衍外出的时候 照看着点 所以 锦衍出门我当然知道了 你这就是假公济司 你就是为了肉肉来的 才不是呢 我们家素素可不是假公济司那种人 你跟我说 我就喜欢假公济司 来 素素 好吃吗 好吃 累了吧 来喝口水 没有茶你姜就点 好 慢慢喝 我走了 小姐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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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吗 这大庭广众的 你修不修 我抱我自驾娘子 为何要修你 我已经不是了 我想你了 想你了 风有你的口吻 强着远方雨纷纷 我在梦里停顿 竖着记忆的年轮 为的那句炙热的情声 甘用一声繁华换覆尘 交给旧一尊 那你是不是因为 我有了这独钟孩 你才是没跟我说的 没有你 他什么都不是 初初明 初初明 你不要再哄骗我了 事实证明 男人的嘴都靠不住 蜜剑 合口的蜜剑 都来看看 蜜剑 老板 给我来戴这个吧 好嘞 秦儿 这外面的吃食不太干净 我让府上坐好 给你送过去 老板 不用听他 我不认识他 你给我装点这个 这个我也想吃 夫人 要不 你去别家看看吧 你就别为难我了 好 好 夫人 看看西瓜吧 老板 给我来块西瓜吧 夫人 别难为我们了 还是到别处看看吧 你告诉老板 卖我一包 你怎么会干啊 金儿 这东西太凉 不利于你身子 你还说不是为了他才来询我的 你一天天就知道混骗我 我不许你再跟着我了 金儿去哪博币去的 你不信我真治不了你是吧 楚兄明 我就不信我治不了你啊 别提问我不知道 这可是锦儿不装 我说了算 帐篷物件 你这人有没有点规矩啊 好啊 我就不信我今天治不了 你不再治吧 我就叫人了 这光天画是这么多 多布呢 这看得影响不好 你还怕被布看 这样不是看不到了 不知羞耻 是 大庭广众之下 这么稀闹 你们可知廉耻二字怎么写的 那你是准备 教教我们 今日 我是作为长辈 来跟你们说说 今日 我说的话你应该听清楚 若是以后 有人敢伤我其分好 我便断他一致 你可以回去 数数你的女儿 有几次机会 这里是天子脚下 不是你能放肆的地方 是吗 我夫君是有分寸的 不会数错的 有分寸 是断了我女儿的手脚 那要是没分寸 又当如何呢 沈姐 你到底是王府出来的 别忘了自己的本分 若是我听到你们再说我夫人一句不好 或是惹我夫人生气 照耀如此 夫君 我渴了 我想喝水 好 我们倒水喝 好 嗯 嗯 夫君 嗯 你说我们要不要把门锁起来啊 万一丢东西了怎么办啊 我也觉得应该是 你别碰我 别碰我 这刚用完我 就不管我了 谁用你啊 你自愿的好吗 好好好 好 为了娘子 我什么都愿意做 你不是说你渴了吗 我给你倒水 我不渴 我不渴 你别够动 你走吧 我想了想 咱们好久没吃烤肉了 要不你跟我回将军府 我给你烤肉吃 这大白天我吃什么烤肉 而且我店里 这么忙 我有时间吃烤肉吗 你呀 就是想骗我回将军府 你少以为我会上你的道 我就说我能踩上你吧 我今天终于踩上你了 你把我踩坏了 我走不了了 我只能在这儿待着了 夫人 好疼啊 楚秀您年纪太了 你还是回去吃烤肉吧 夫人 歇会儿慢点啊 他们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不是昨天教你几个字了吗 是 解一个 大把手啊 那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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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 辛苦了 来啊 烤男来了 东西到了 把东西搬到仓库去吧 行行行 快去吧 来 帮下来 来 我们去帮忙 露男姐姐 露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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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过来 快来 你们怎么样啊 姐姐 露男姐姐 你最近怎么都过来看我们了 姐姐 出了汤标 这不回来就来看你们了吗 露男姐姐声音怎么样 声音很好 你们呢 你们怎么样 乖不乖 听不听话 乖 当然听话了 但是不是总好听 不好好认知 不说 先生说我最近进步很大的 我最近进步也很大的 重男姐姐 你在找什么 你在找先生吗 先生明天还会来 先生每日都会教我们认字读书 对 好了 好了 我们继续回去读书写字去吧 走 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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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讓姐姐来看看先生都教你们什么了 不好 写的什么 他我写的 真乖 我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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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今天来叫你们念书 春花秋月何时了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小楼昨夜又东风 你还知道回来呀 娘请我错了 我人为衍卿 永宁伯夫人不听也罢 娘亲 我真的错了 你就饶过我这一次吧 我绝对不会再往外跑了 娘亲 真的 真的 娘亲 你就相信我 这绝对是最后一次了 给你留了饭菜 我给你拿去 娘亲 乐乐回来了吗 她 她还敢回来吗 我给你帮你帮我 你好好待着 肉肉 你只能自求多福了 怎么那么快啊 你 谁要你进来的 我来看自己家娘子 还需要谁批准吗 当然了 好 娘子跟我说 我要跟谁报位 我马上就去 我 你干吗 报位啊 你别乱来啊 我娘亲马上就要回来了 本将军今天就是要乱来了 你能奈我何 你 你 你先让我看见你这里门装的是什么 为夫给夫人带来了烤肉和蜜饯 赶快吃吧 还真是蜜饯啊 算你有良心 烤肉 嗯 你就这么走了 没关系吗 当然没关系了 将军都来了 难不成我站在那儿 看着他俩亲亲亲我我呀 难为我家热肉了 那可不是吗 嗯 有点 苏苏 嗯 我有个问题想问你 可我吧 又觉得 我好像不应该问 热肉在我这儿可以 之无不言 可如果是你主动问 应该会比较好 可是我不知道啊 要不你告诉我 你想想 想想 不知道 你好好想想 我 我真的不知道啊 你好好想想嘛 你再想想啊 你跟着提示 我肯定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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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深入黑衣 黑衣 啊 柔柔 我带你出去玩吧 不行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夫人不让 我带你去见你们家素素吧 行 走 你慢点 你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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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